怎么解读恢复M503航线 当然一般集中说 因为民进党选赢了嘛 所以中国要给民进党难堪 大概是这样解读 可是实际上最近有个非常不寻常的氛围 国民党正在讨论要不要脱离马英九路线 可是马英九在两岸之间 有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劳 其中一个就是M503航线 当时要启用的时候马英九去抗议 中国就往西边偏了几公里 给马英九回忆说 把他取消嘛 可是现在我恢复的意思是什么 你中部国民党想清楚 你要脱离马英九路线 那你就叫做民进党 你就是独台 你就是我们的敌人 马上给他恢复M503航线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也有 鉴止国民党内的反马派的味道在里面 问题问对答案就出来了 你提的非常好 在选前马英九说要 相信习近平 相信习近平 那杨基雄 几天前在检讨的时候 大名大方 说这句话造成何以败选的原因 这件事当然跟这个航线有关系 有关联啦 其实从佩洛西 美国前仲役议长来台湾访问以后 台湾东西南北就有四个海军 中共解放军的军券藏住了 对 这也不过是另外在切香肠啦 一个新的软土深掘 好 那2015 那时候马锡会啦 或者是这个M503 它是靠海峡的 差不多六公里啦 对 偏回去六公里 那现在等于说 六海里 六海里 好 现在把这个取消 那等于是两岸就 几乎就没有中线了 就是模糊化了 哇 这更危险 换句话说 中方在替马英九的话在背书啦 对 也在恫吓国民党内的 像杨基雄本土派嘛 以前就是那个 他是以人为人马嘛 对 也同时要 下午 耐清德 你不要台独 对 这个很严重性就是 海峡中线被打破 台湾的空旺跟监测的压力 就越来越大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 美国也加强台海的巡逻 美舰 几乎一个月一次 对 为什么 也是在 你在把中线弄模糊 我派军舰来再划中线嘛 包括日本 包括日本是 对 包括像 法国啦 加拿大啦 他也航行 北约国家也加入了 所以其实 整个东 东亚就是一个新北约 在制约中国 从 1月13号选举以后 中方的气球 几乎每天都超越 台海中线 对 为什么 继续恫吓嘛 我分析四个原因嘛 一 威吓台湾 不让赖清德 往台独方向走 他们对赖清德 也是不信任嘛 因为他是抵制台独嘛 第二 对外宣誓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不断的 切香肠 第三 因为他最近 习近平不断的 压制 像火箭军啊 军方啊 他必须用民族主义 用民族主义来转移焦点 对 第四 最重要的是 中国的经济持反 非常非常严重 也是要用民族主义 来掩饰这一切 对 所以 虽然这个是对台湾是个恫吓 但是 中共本身 中国内部本身 是不是哪一天 有压力锅爆炸了 我们也不知道 这我们要高度观察 对 没有错 真的是要高度观察 因为这个M503航线 绝对不是无地放肆 绝对不是无地放肆 绝对有其政治目的 一个可能就是 恫吓民进党政府 另外一个是 恫吓国民党内的 反马声音啊